外媒路透社周二独家报道说 美国考虑将中国电讯公司华为 从美国金融体系中剔除 将华为列入美国财政部的指定制裁名单 一旦实施的话 华为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系统 无法完成任何的美元交易 华为在美国所持有的资产也将会被冻结 这项计划被官员视为制裁华为的核选项 已经交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审议 并且举行了跨部门讨论